驾驶开在路上要往右切换车道 结果被狂按喇叭 对方按喇叭超车挡在右前方 驾驶开车门下车一脸凶狠 准备要理论没想到接下来去 机程车驾驶往前开 朝对方的车辆冲过去 车门直接被撞凹 蓝车驾驶吓了好大一跳 双方互相叫嚣 警方货报到场处理 行车纠纷发生在高雄走 左营11号晚上10点多 当时王姓继承车驾驶向往右切 结果被城南按喇叭拦车 继承车驾驶没踩煞车继续往前 直接车头撞车门 把城南的车门撞坏 还造成城南擦伤 实际回到现场 居民说这里的车流量相当大 大家都车流量很大嘛 有的都好像很赶时间啊 因为常常都 还有的都是黄灯在冲的 而根据了解双方都没有酒驾 但警方查出蓝车的陈姓男子 是无罩驾驶 针对城南无罩驾驶的部分 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 24000元以下罚缓进行举发 目前双照均无提出相关告诉 不满切换车道按喇叭起纠纷 蓝车结果车门被撞坏 还被查出无罩驾驶要开罚 还好当时没有波及其他人 但也得为脱续的行为付出代价 进行问杨树陈珊珊在访报